欢迎乘搭D100Radio路线100毫线 本班车将会由数码港开往巴交交道 中途将有广播 提示各位乘客下车 祝国下旅途愉快 今日由我巴交法兰西 同你开启这个巴交之旅 又来到新一集的巴交不败 在直播中有法兰西 而今天找了一位非常年轻的嘉宾 在这个直播中 曾经出现过年轻的嘉宾不是很多 年轻的意思是十多岁读书的中学生 之前第四集和第五集 小弟也找了一个喜欢巴士站牌的十多岁的中四学生 今天第二次很开心 和一些比较年轻的巴士们聊天 今天找了谁呢 找了另一位在YouTube频道里面 讲巴士的YouTube频道里面 也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 他很厉害的 他叫做Benedict 你好 你好 很感谢你山长水远 跟我一样都是住同一区沙田 也走来这么远 跟我去做一个访问 顺便买广告 为什么后面那条巴会有YC2784博物店 这个就是他的YouTube频道的名字 你看到这些YC2784 就知道如果有巴士就知道是车牌的一个计号 这个YC2784是否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的巴士型号呢 其实初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型号做外车呢 其实因为当时我拍摄行机的时候 我是第一款遇到的车就是Label E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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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要查看型号 就是Volvo B8L 12.8米 这一款是非常常见的 也未至于是 不常见的 YC2784也出牌了两年多的时间 你觉得这个型号有什么特别呢 你觉得为什么会是你一个叫做爱车 因为我看到你的频道的简介 有爱车和爱线 为什么这个是你的爱车呢 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架我遇到的最深刻的 所以就选择了这一部车 我最爱的其中一部车 另外 在这一部车来说是当时最新的一部 就是当时最新的型号就是这一部 所以觉得之前也没有收过爱车 不如选择最新的 所以选择YC2784 那你有没有存在这一部车的模型 YC2784的商店 我找他也是通过YC2784的 所以都是两个不同的路线 我想问你这个频道 你是用这个名字 你爱车 这个频道是如何成立的 YC2784 什么时候开始呢 其实这个呢 其实这个频道大概在两年前 COVID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要做 出现巴士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拍片呢 有一段估计 是 很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喜欢巴士 是什么原因呢 喜欢巴士 我会觉得是以前小时候 家人送你模型 家人送模型 你还没喜欢巴士之前 他已经送你模型 他已经送巴士模型给你 当时我不知为什么 突然间有没有记忆 突然间出了一部这样的东西 所以慢慢都开始乘得多了 觉得有点趣味 即是吸引到我的巴士 哪里吸引到你呢 我最初是看电牌吸引到我 对对对 以前你没有经历过 虽然你很年轻 但你没有经历过自己转的 白色的车 白板车 白板车就是要转的 例如我当成为85M才算 以前白板车 循环线也写了 这部感应院的黄大仙 然后回来 我当你黄大仙做一个循环点 你也要转回去做感应院 类似是这样 在总站 循环线就在一个循环点转 所以我挺享受那个位置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但现在对于你来说 电牌之后 带给你什么感觉 吸引位是什么呢 我会觉得转牌很棒 多看过程 你觉得是以前白板车的过程会开心一点 还是现在电牌会开心一点 现在电牌我觉得比较公正一点 竟然是这样 以前电牌很小的 跟你调转 但我觉得如果是循环线的话 是以前那种比较公正的 它写了两边 就是叫循环线 总之是一个循环线 但电牌就看不到是循环线 你只看到那个循环点 或者是回来的总站 类似是这样 但现在新的 就是改了成屯门的巴士 改了白色 你觉得白色对于你来说是怎样 对比之前是用橙色的 现在本身其他巴士是用橙色的 但有些再新的 就像英国际的 伦敦的巴士 变成白色 你觉得哪种好些呢 我会觉得橙色比较好 橙色比较好 白色比较不惯 我也是 如果你有个对比 例如在尼敦道 这么多巴士经过 全部都是橙色 唯独其中一辆59X 我当时去屯门的巴士很多 你知道屯门有很多新车 突然看到白色 好像全部都是这样 但只是那一辆是这样 就是电路只是那一辆 但又有点突出 所以也有电牌 你又喜欢电子报站系统吗? 你喜欢电牌在前面 但后面那边还可以吗? 车上那边 报站那边还可以 以前我经常拍片的时候 假装拍片 我整程都拍着报站系统 我看到你现在也有 欢迎池 有些有的 我也挺喜欢那个 有开场包 欢迎乘坐九龙巴士公司 本班车从哪里去到哪里去到哪里 触摸一下旅途愉快 整班都类似是这样 整班就觉得AI点 有班就比较人烈 对 回头说一下 你说为什么喜欢巴士 因为你喜欢车头的电牌 所以爱上了它 有模型 本身开这个频道 是否为了兴趣 还是为了YouTube流量? 我最初为什么想拍片 又要谈谈Covid的时候 对,Covid 对,Covid的时候 谈谈Covid 因为我小时候 我常常拍过那部电影 觉得没什么 很无忍 但我又想拍片 怎么办呢 又想突出我是喜欢巴士 以前我就来向一点 不敢跟人聊天 不会说自己喜欢巴士 是巴士迷 看到车头的那些 有些哥哥在摆上手机 在摆上什么 觉得很有趣 觉得很有趣 在摆上什么 你没有问他们 当时不敢拍 但现在其实你和他们 我见你也有拍很多 例如摆在车头拍片 你有没有认识了很多不同的巴士迷 都喜欢摆在车头拍片的巴士迷 也挺多 其实也很重 做到朋友 做到朋友 他们很友善 很友善 因为可能我比较少接触 另外一些巴士迷 我也是透过访问你们 不同的巴士迷 我才可以认识 但你说我在街上突然之间 露了其中一个巴士迷聊天 我给你耐弱的 我还没得到的 我还没得到的 我也是比较耐向的 你跟我抓住一个巴士迷访问 今天有26A开新线了 你有什么感受 你叫我跟他们聊天 你抓住一个人问 很随便的问 我不行的 但我觉得尼哈佛道理又如何 很厉害了 有一个来向 我开始都喜欢跟不同的巴士迷聊天 这个也是为了看到其他巴士迷 而令自己都喜欢这件事 所以透过YouTube去记录日常 本身就打算记录 今天开新线了 或者新巴退役 类似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 我觉得你别以为这些没人看 我发觉多不多人看就见仅见智 但我觉得就算是这个举动 就算是拍宿舍 或者拍全程的巴士 都有几百人看都挺厉害的 我觉得挺厉害的 是你不要说话的情况之后 你放一首歌下去 这个档的单先说 我也很想知道 究竟是有什么技巧 有什么方法 做到这件事 是怎样放这个位置最好 那些再转头讨论 再说回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是2021年成立的 就是COVID当中 好了,我很想问你 你家人知道你开新线之后 有什么,他们知道的 他们知道的 他们有什么正面 还是有些负面的怨言 儿子,你不用读书吗 中三、中四 那时候你两年前 你现在是中五 那时候你中三 他说,你花了这么多时间 拍巴士,作写,功课还没做完 你会不会有这些 影响学业 话说当初我开频道 我是不敢跟家人说的 多久才是 原因是什么呢 你花了这么多时间 你其实在做什么 我又没接触过这件事 你做这件事 其实对你有没有益处 对,对你确认没有帮助 对 还浪费时间 那你是什么原因之后 你再跟家人说 是什么原因 他们发现了 还是你很想 突然有一个 我也是说一说好一点 要不然好像 出了什么事 可能出了什么事 他都知道 对此是不是这样 其实就不是我说的 在机缘巧合之下 有一次拍九十九 恒安去西贡 那条线 然后看到我车头发了一部机 好了,下车 是 你刚才在拍什么 拍完会不会放上网 拍完会不会放上网 那你很难认为不是 然后说 哎,只包不住火 还是要告诉你 哈哈哈 我觉得你的频道的名字 都能够包得住 就是YC2784 你不会突然搜索 YC2784这件事 除非你是 打巴士或者机缘巧合 真的刚刚无意中看到 我觉得你的频道名又 有没有接 counters 你一个讨论班 就会找你 那不是错的 有一天就问我 这个频道名是什么? 按一下 按了赚 兩位都訂閱了 這麼好? 父母也對你很好 也很正面 他知道了就馬上訂閱 他可能心想 不看你玩什麼 但他們沒有怨言 除了開始 這些東西浪費時間 對你學業沒有幫助 之後他也支持你做這件事 對 看到一個很大的幫助 以前說一族就很接 不肯跟人出去聊天 但現在認識多了人 會願意跟其他人多聊天 就算不認識就認識 吹多了,搭到爹 那也好,對你個人成長 比較由內向變外向 因為大家在一起 像巴士迷一樣 大家走在一起都是相同的興趣 大家都多了我的話題去聊 對你認識朋友方面 也多了 對 身邊 除了你家人知道之外 你的朋友或甚至同學 知道嗎 我的同學 其實認識我 幾乎都知道我是巴家 對 還訂閱我的頻道 對 我主動賣廣告 對 不忍於說 可以了 因為最初我也有幫你買廣告 訂閱我的頻道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正面 然後他們知道之後 就不斷問 這個地方怎麼去 坐什麼車 哪個站上車 哪個站下車 坐多久 挺好 變成一個巴士 GPS 說真的 人家去哪裏 你從哪裏去到哪裏 大家都容易問你 你的滿足感也會大 對 所以挺好 你又怎樣去兼顧 追巴士和讀書 其實有時順便去拍片 放學 放學其實也比較少 最多是什麼時間呢 就是要外出 剛好有條線經過 全程合適 那就去拍吧 或者車比較漂亮 對 車比較漂亮 剛好 那就去拍 有時是不如早日 竟然考學 但你不會刻意去 有時會 即是開新鮮 或者有型號退役 那些就會 但是否九巴或城巴的活動 都會出席 盡量出席 其實是想的 但不知為何每次都做 自己的時段不合適 不合適 就去不到 每次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開放的有沒有 九巴開放的 試過一次 沙田廠 我也有 九十周年那個挺大的 也有很多巴士活動 你知道近來 也不知道現在沒有時間說 即是說這個AED 即是英國際的電巴開放 即112 或者新線改善 26A 大家看看有沒有時間說 所以你父母也沒有什麼怨言 即是感恩 即是沒有大罵你 後期都很支持你做這件事 年紀輕輕可以做一個YouTube Channel 亦可以用這個作為生活紀錄 以來都令自己開心 每天有興趣 這也是一件好事 你一個YouTube Channel 有沒有說要多久去更新一段影片 譬如我看到你和Tony合作 上次訪問了交通生活的人 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很討厭 所以你也是其中一個管理人 即是他的頻道 你也經常會出現 他也會感謝你 他也經常會聽你 你幫他做範圍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除了讀書之外 也會花很多時間放在範圍 幫他做影片 這個當然大家稍後會再看 如果你自己的頻道 你又會多久 是隨心的 其實沒有什麼規律 有些說是新鮮的 想快點讓觀眾看到的 就不要快點 即拍即戰 是取得一點 為了觀眾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明白明白 所以觀眾會否對你的頻道 通常都會很支持你 還是有些負面的事情 有正面迴響 有正面迴響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好像我每一段影片之下 最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有一個讚 我想找那位觀眾出來 如果是你的 你可以在我最新的影片下 打打嗨 告訴我 我一定要感謝你 但我看到有很多熱門的影片 譬如有些很刺激 譬如有一條 有一萬二千 有一個九巴KMB97手行 拍攝整條影片 這不是熟事 是全程 一個小時十九分鐘 然後第二條 比較多人看的 就是新巴合併六千多人看 這個叫做 我挺喜歡你這個 叫做成巴全新廣播 我覺得這個是 新巴退役的時候 你拍的 然後合成了一段影片 不是 這個我不夠喜歡 這個再喜歡 告別新巴一代回憶 新巴記錄特輯 我覺得這個真的厲害 你配了一首歌 有比較少愛的歌 但我又覺得 你拍了不同地方的一些新巴 混合一段影片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比較用心製作 所以也有很多 你說不說的話 感覺算是這樣的 說真的 因為很多人看YouTube 拆流量都是因為你有說話 或者是喜歡你的分析 但我看到你的YouTube頻道 全部都是 要不就清聲 加整條行車路線 記錄 第二就是 如果不是這種 就是用一首歌 即這個分析 配合了一首 這個叫什麼 所以我也覺得 也算是這樣的 我想說一下 也想看看你的攝影技術 其實那些 你們比較喜歡縮時攝影 還是真的比較多 還是整條影片 我覺得每個都很好 其實享受的位置 不在於剪片 我認為是拍片 當然 拍片比較開心 剪是很痛苦的 我拍了很多旅行片 到現在還未剪 不知道多少錢 倉底貨 倉底貨 那你是用什麼去拍 即是用GoPro還是手機 有沒有運動相機 現在正在用手機 其實正在籌備 還存錢 還存錢買一部全新的攝影器材 就是這樣 先把關子線 對 加油加油 因為中學生不簡單 要存錢買一個裝置 因為必要時 我都可以借給你 GoPro 即是那些 我都試過 即是玩縮時攝影 我也拍過一段影片 我發覺不容易 說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 還沒有用任何的東西 我看到有些巴士 不是會用 是Bluetap Bluetap 即是膠紙 不然我上次拍攝的時候 很容易凹凹 很容易翻了 對,翻了 就差一點 那你何時會 為何會用縮時去拍攝呢 其實我最初只拍攝全程 那時候不會剪片 即是自己的剪片技術很適合 其實最初剪片 其實都要用 我想一個多小時 但現在其實縮短了 最快九個字就出了一段影片 連同選歌 對,連同選歌 很厲害 其實選歌才是最浪費時間 對 對 對 我想問好奇問你 雖然縮時攝影 可能現在手機 Gopro那些都有 即是你說要拍攝 要不容易呢 不難的 但選歌 我想請教你 說真的 是怎樣才可以選這首歌 我看到有些YouTube影片 首歌完了 正正是你拍攝完的時間 剛剛好 你是怎樣 用什麼準則衡量去選歌 這個真的是 你選擇最適合的歌 你還要選擇一首 可能節奏又不會太不合 那你用什麼標準去選歌 其實選歌這方面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頭痛 如果拍攝行車片 選歌其實是最浪費時間 我會從兩大原則去選 第一就是 市場很重要 市場 不可以說太多 也不可以說太少 剩下了一段 其實我覺得有點噁心 對 好像不是在看影片 而是在看畫面 對 沒有音樂配搭 好像比較寡 但如果你說全程就沒辦法 全程就沒辦法 就照遠聲出 對 第二個就是 我會跟回當時有什麼熱門 或者當時有什麼時期 可能考DSE 例如例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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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但如果你說縮時 我喜歡的 67 又例如例如例如 quiz Past donations 我看到有些人會選擇日文歌 也是節奏剛剛好 很配合有一個快拍 向前的人走過 中間過馬路 我就覺得我會比快比較適合 這個也很合技巧 九個字,剪完加上一首歌 最快的九個字 對,我想問如果你說放電話裝置 放車頭你是用Bluetect 放在下一點的位置 中間的位置還是上一點的位置會比較好? 其實就看看什麼車 如果是蛋,富豪那些 最討厭的那些 有一個台,但又不是全闊 是剛剛很足夠你放那部機器 一想到就很糟糕了 其實沒有人想的 就很考功夫刺 如果是MMC的話 是最慢的,你怎樣貼 高的嘛 對,你怎樣貼都可以 對,所以要預早些去霸位 可能也有機會是其他巴士迷 你知道有些活動 比如首行 那些一定是很多巴士迷 會去霸位 那些是否遇到很鬆動的時間 有時要的 有時要的 但因為有時遇到鬆動的時間 其實有時可能其他還沒到 我已經到了 可能我拍第一那些 其實也試過 但其實你說擺到機器去拍片 是否真的那麼重要 我覺得有時就不是 有時你真的為了坐那輛車 你是想感受的 感受的 感覺 拍片就不要緊 隨心 對,不要緊 拍到就拍,拍到就開心就出 拍到就開心就出 拍是拍你自己的歌 還是多數都有跟 其他巴士迷你認識的朋友 去拍片比較多 有時如果是合適到時間 就會跟其他朋友一起出去拍 有時如果遇到朋友拍 那怎麼辦 自己一個出去拍 有時又會遇到一些 又是剛好在拍片的 叫做同伴 類似的同伴 例如新認識的 很多時候你提到一些巴士的話題 你又可以回答一下 如果他們都很友善 你可以跟他們做到朋友 類似的 我看你的IG除了拍片之外 也有去拍巴士相 雖然你剛才的麥克風和我說 不是太多 也比較少 其實巴士迷 就算我是一個普通的巴士迷 但我不是一個很經常出去拍照 但如果我都會隨心拍巴士 你會說拍照拍巴士 從哪個角度拍 會覺得你最心碎 斜影近車門那邊 還是反過來 原來在樓梯那邊會比較多 其實我兩款都拍過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拍樓梯那邊 樓梯? 對 拍樓梯那邊 因為其實你的顏色比較多 你只拍玻璃 玻璃居多 如果你在門那邊 另一邊 對 對,明白… 所以我打算學習新的視頻技巧 所以… 是小樹來的 拍片多一點… 對 最重要是享受你自己喜歡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都… 開心的事 你可以繼續做這件事 作為一個生活紀錄 到時候可能… 譬如有些片 薪巴退役那些 你也可以懷面過去 看回看的一些片 所以都… 我覺得挺好的 但我覺得你剪片都很細心 譬如無論你是幫Tony 好 或是自己 你都會加回每一個站停 每一個站停 在哪一個站 下一站等等 每一個站… 每一個位置都有交 我覺得這個也挺好的 甚至是Tony的頻道 你更加多一些東西 就是… 是否客量那些 客量那些 是另外一位管理員 我負責… 其實也是最花功夫的那個位置 其實就是那個FUNNAIL 怎樣做得好呢 對,FUNNAIL才是最吸引 看到別人怎樣按進去 對 這個你是自學還是… 你也有學過的 或者其他剪接那些 是否都是自己去… 去鑽研,慢慢鑽研出來 其實這兩個都是… 根據我的一些… 查詢 查詢 其實我在FACEBOOK上 我是問我… 我伸手… 我伸手行的東西 有些什麼APP是適合剪片 那麼… 在那麼多個選擇裡面 有幾百個,我選了其中一個 用到現在,叫InShot 我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用過 對,我們同事也有用 我自己也有用 所以那個也是方便 如果你用手機剪片 也挺方便的 純粹的觸控器 不知為何卡的位置 不知為何我已經是… 差一點點 對… 我覺得不是… 對於Premiere來說 我會選擇在Premiere整月 在這裡再加效果 在電話InShot再加效果 不過算是挺好用的 這個也算是 加了一些效果 有些動感的東西 對… 所以也… 對… 也看見你… 那個… 我覺得… 其實這個巴士的車頭攝影 會不會從中 你會找到一些很大的樂趣 令自己的滿足感很大 即是拍片那裡 其實反而… 我說是拍片本身 其實… 我會說是… 即是拍片當中 認識朋友 我會覺得是一個更大的快樂 更大的興趣 即是拍片 其實你千片一律 即是你上車 拍一拍部車 然後放下機器 我坐整程 喔拍完了下車 你每一程都是這樣 但其實你如果有人陪著的話 或者… 我可以說 其實如果是有些… 你… 覺得是… 友好的人 其實坐在你旁邊 吹得兩嘴 我覺得這個又是另一種體驗 即是… 你會覺得好像 他跟你在做同一行 做同一行 對… 對… 所以都是… 即是大家是共同嗜好 大家都是很友善的 所以我也是覺得這個位置 好像在說那個… 上次有Tony說過的 共見這件事 大家都是做這件事 那好吧 不如說說 例如你在Tony的頻道 交通生活的角色 你們都有一個合作 即是幫他做一些 Funnel 做一些… 每一個站的停站 你們都是… 一直持續下去 都有一個… 大家都是很提醒 大家都是很照顧 每一個管理員 都有一個不同的崗位 即是大家都… 各個角色都很明顯 分工也是… 其實有些… 現在有些是… 會做一些輔助的角色 即是可能… 一個崗位會有A、B兩個人 大家可能在同一個崗位裡 有什麼不行的 大家互相幫忙 我現在就是在做Funnel的部分 有時會… 牽涉到剪片的部分 有時… 不知道大家是否是Tony的頻道 有談交通生活這個系列 我現在就是幫忙 在剪談交通生活這個系列的影片 很厲害 所以所有的… 例如那些Live 本身上次訪問他就是… 錄了線後期再放上去 中間加工的全部都是你加上去 剪接方面 剪接方面 現在暫時都是我負責的 厲害… 但直播那些就… 叫做… 吹水 坐在那裡吹水的那些 就是吸頭尾的那些 即是… 直播吹水的那些 其實是原條放上去的 Tony是直播完之後 整條放上去Youtube 純粹就是在… 出去拍巴士的那些 那些就是整條剪圍 或者討論那些 討論 Zoom的那些 我會剪出精華 剪出精華 你要幫忙 那你們是否也有參加… 即是參與… Tony不是請了很多不同的嘉賓 是 即是一起談這些巴士的議題 是的 那你也會有份在裡面 也有開麥克風去說話 即是去分享 也有 試過幾集的 其實 馬鞍山的 286A的 也有說14鄉 是現在大家都… 很關注的嘉賜 很關注的一個議題 這個很細說 是的 如果大家想看 也要看上幾集的一個… 我的節目也有說 而Tony和你的頻道也有說 所以我都覺得 也是一個巴士迷熱華斯一 但是287也說了 那些14鄉 不如今天就說了 近來很熱烈討論的巴士路線 就是這個286A 這條路線 剛剛你也有提過 那有什麼不同 本來就是 26A就是由86A出來的 它就是由沙田圍 經過本身 經大圍 再經思瑞 再行南昌街 深水埗 長沙灣總站就是金泉街 但是現在產生了一條支線出來 如果有286A就沒有86A 之後由頭班車到10時多的時間 那他們會怎樣走呢 那他們就是 早上又經大圍 但是先走青沙 一清沙一落 就是這個 叫做美夫 然後就深水埗 再去南昌街 再去西水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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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清沙後西水埗 先清沙後西水埗 這個被人覺得非常奇怪的巴士走線 你也有去做頭班車的實測 我這種懶鬼巴士尾 就沒有做這件事 你也說說你的感覺 這條路線是怎樣 或者那天頭班車的體驗又怎樣 其實有些不明所異 我相信應該 雖然香港人的訴求是上班 但應該星期天 就不會有人在荔枝閣商貿區上班 對,很奇怪 真的 如果星期一至六 我也覺得不錯 但星期天 可能多數都是長者 早上去西水埗、南昌街 喝茶 本身就不是很大的 可能有些人覺得沒所謂 但對於一些 這輛車也不太被人重視 其實是 你帶來南昌街買菜 深水埗比較多 這條路線就是很可憐 那班車都去到25至30 還想怎樣,咳嗽也不能咳嗽 隨便吧 但多了一群客 又少了一群客 多了一群長黎的商業區 即是長三灣荔枝閣的那群空勤 即是上班的那群客 但犧牲了一群長者 公公婆婆 我乘車出去喝茶 不是沒有的 長者也覺得 其實有個分佈的時間 你根據沙田交通關注組 我不知道時間和當日首行 預計是否也差不多 不知道你有沒有計算 是差不多 對 為何我說二八六A就是荔枝閣那邊 二八六A出美孚站 只需要13分鐘 大圍出美孚站13分鐘 但是二八六A 反過來走 絲碎落到總站長禮街 那就要31分鐘 如果你說去圓州村 都是二八六A走青山那邊走 八六A就來四分鐘 即是25分鐘 八六A25分鐘 二八六A21分鐘 那盈盤街 去深水埗那邊 又怎樣 二八六A是來一點 青山那邊走 他走青山道那邊 那邊走 那邊回到石劍尾 25分鐘 二八六A 要25分鐘 但八六A走絲碎只需要21分鐘 但八六A去深水埗 其實是19分鐘 百田村南昌街那邊怎麼辦 二八六A青山入要半個小時 剛剛好 偷偷走半個小時 但八六A是14分鐘 龍場道不用說 二八六A就七個字 這樣繞上去 八六A因為一思想一出 就是龍場道 八分鐘而已 所以我覺得又犧牲了一群長者 說真的 他們少了選擇 但你說通勤的又多了選擇 但我就想了 通勤的時間 你那輛車有沒有加密 他也沒有加密 人們自然坐了地鐵 送去上鐵 有什麼搞法 這條線沒有人坐去 對 本身已經陰光了 聽說也被人罵得很厲害 你可以說 對 首行那天 其實有很多上一年紀的乘客 本身是出開八田村 或者是石杰尾那裡 大家都知道 第一個站出美孚 青沙之後 有些人下到美孚之後 為什麼停美孚 沒有人的 要飛走去 是星期日 是星期日 沒有人飛走去 長沙灣有沒有人下 長沙灣 那些人是不會下車 那些人習慣在下一條街上下車 青山道 不是 遠州街的位置 遠州街的站 他們才會走出去 青山道他們不會 但其實是上車的站 其實我也不太會 其實我不太會 因為青山道對我來說 最好後面 我也是會走長沙灣道的巴士 那條大路 那條大路 那條小路 多數人都比較少在青山道徘徊 除非在工廠區 工業區 可能真的上班是對的 就是286A 但是你說 如果你說日不露日 去西九龍 那些人自然會在前面 長沙灣道的 會比較集中 比較多人 那他們還有什麼意見 除了這個 除了不用下車 然後他們其實就說 這條線怎麼走的 我不是在八田石結尾那裡 我幾個站就到了 我大圍上車 現在要繞整個圈? 不是吧 都真的挺久 半個小時 繞了好 大圍出去 所以其實本身都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內搞定 所以就說 有時候長者 你知道長者 可能的耐性 又未至於這麼好 的時候 我已經等得久了 你的車已經不默 你可以三十分鐘 一班 二十五至三十 你還要我 你數了 我等完二十五分鐘 你知道長者 一半個小時 平時如果我這樣走 可能七八個小時都到 就算我當你隨便 你等車等得久 但你上車快便可以 你一等車久 上車都還要這麼久 唉 沒問題一滴了 所以我也不太明白 他是為了那班通勤客 還是什麼原因 要這樣去改 還是我之前一大堆路線 都叫做變了 叫做青沙 全部深水埗長沙 都要跟著青沙 為青沙而青沙 就是幾年前的一個條例 又是另一個問題 那些人還有跟幾條路線比較 跟87B 但87B的客量又是為人救病 又是不默 對,他還要兜 但問題是 本來那輛86A 是不需要兜 遜徑、龍亨 那些 但是87B 又要兜 對 又是浪費時間 而且車子也是這樣疏 所以幾條路線加起來 又是為人救病 但如果你說沙田圍 那些比較容易 86C 但也不默 半個小時 算了,現在梳鬥梳 沙田去深水埗那些 算了,不看好 全都可以 馬上山比較好 馬上山26C 主要是先玩這條線 美林也比較好 美林有2006X 所以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樣改善 所以 也有點保留 所以 有些巴士迷就說 不如針對性 開一條特快線 例如2006A 可能開幾班 比你整個早上 到10點多 說真的到10點多 真的沒什麼意思 即是你在玩 81C和211B 那種玩線式 但其實沒什麼用 長沙灣和幼尖王 是兩套不同的東西 你不能用幼尖王那套東西 套回到長森麗 是不行的 雖然也是上班 但是 他本身86A的基礎做得不好 你還硬加一些東西 真的有點為早已做 不是,他心想反而要攬炒 不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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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踩腳 類似是這樣的 更加沉淪 到時87B不夠下輪 又停止 停止半個小時 不能停止 也要停止 而且我覺得 這堆大循環 例如有幾架巴士 206X、207X 那些其實都是 九龍回來的位置 都是不穩的 因為你中間的位置 因為你已經是塞車 有機會是早上 你長收眼不塞車 雖然有幾可 雖然有幾可 這麼早會進入 可能他這樣想 有幾多客人 由九龍那邊 會刻意進回沙田 但是 對於長者也是不方便 總之你只是 覺得漠視了長者 我覺得 真的在欠一點 這個就是 這個 26A 看看 到時又是怎樣 這條綜線 也有很多 滿城風雨 但也沒有辦法 你不是也是笑過嗎 你跟A4A一樣 人家叫你不要鬥大圍 但你還是不會聽民意 還是要鬥大圍 A.T.L. 你有沒有出來追 5月5日 A.T.L.電巴 當日追了一個首行 但太多人了 有很多人曾經 所以上了一輛油車 然後下了一輛油車 就想起其他人 幸好 今天有沒有在那輛油車裡 拍到油車 會開到很密 很強勁 把油車插進去 有機會 說真的 他又不是退役 他只是首行 那些人要搶頭向 只是搶頭向 你覺得 你沒有機會坐 我也沒有機會坐 但我在洪水口 那條天橋 剛好被我拍到下去 也拍了一張照片 那A.T.L.你覺得怎樣 對比比亞迪 你覺得是否這款會 說真的 坐客量高一點 122人 跟普通的柴油巴士 普通的E500MMC 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你覺得 這個A.T.L.電巴 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那我很幸運 其實回程 我是很搬車邊的 上到電巴 就是A.T.L.的 當日的尾班車 那 我坐了全程 我覺得大致上都很幸運 很幸運 很幸運 M.C.的那些 其實不會搬到那邊 但是其實他那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折搏位 還有一些 拍拍聲 他說還沒處理好 一直都是 上次那一集訪問 這個盲眼 他們用聲音去聽 其實他們都覺得 對的 E500有這個 鑑鯛餅的問題 但是這個也沒辦法 有時候聽歌不太好 我唯有聽歌不太好 但是富豪就沒什麼問題 富豪就OK 蛋也OK 蛋也OK M.C.的那邊 是這樣的 但我看到這個 巴斯米也很開心 他們唱那個 羅先生 這個 營製電巴真的很興奮 就是這樣 那天11.5分啟行 有200個巴士 在車站排隊 唱這首歌 還有會派這個紀念品 這個證書 當然我也沒什麼心機 算了 又不能回答 然後退役 我一定去拍 ASV去年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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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 我覺得 巴斯米的意見 就是冷氣也很足夠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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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引擎聲 也是比較小的 我只是坐過AED 即是那隻比亞迪 不是BED BED BED 那個引擎聲 也是比較小的 還有 但這個 Tony也有試冊過 他說 香港充電USB 不是那個位置有 跟普通 跟柴油巴士一樣 都是 期待的 對 所以 是不是也有點失望 其實我預期 每個位置都有充電巴 你BED也有 你AED也沒有 對 對 還有沒有什麼 令你期待 我本身是 其實我預期的 啪啪聲沒有 沒有 我預期它改良 但你整部全新的 對 你也有啪啪聲 說得不錯 但死值還在 對 所以 也沒辦法 看看它將來會不會改良 還有這個5G Wifi 跟柴油都差不多 新的 都會有 但我覺得這個 比之前的好 就是它載的人 都比較多 油箱 就放在 下樓梯的底 所以就省了些位置 所以它的分佈 122怎麼來呢 就是552740 跟柴油巴士的富豪 B-9TL其實 差得很遠就不是 因為B-9TL是593147 正常 或者E500也是 那些 它這個也是少了少少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用木製地板 但是為人救病 我覺得就是 除了你說大學成本很貴 它比柴油的巴士一倍 如果再出的話 也需要一些政府資助 因為它現在是說 有些是自知的 所以可以喊多久 難怪現在人們經常問 什麼時候有的? 英制電巴?ADL? 那些人就有個圖 就說有個急救的所傷 ADL? 心臟除剪器 ADL? 除心臟除剪器 這裏就有了 有人說 這麼久被阿滴都不出 這個英制電巴士 真是好鬼 真是好笑 但是繼續說這個 就是充電兩小時 就可以走到350公里 所以叫做續航力 都非常厲害 還有其他有什麼輕包 輕包也沒有機會坐 輕包很錯 我也是坐手寒 我也是坐手寒 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很錯 冷氣很足夠 我懷疑會不會是… 輕包說有水 會不會是把水 放在冷氣機上 冷一點 我覺得冷氣是很冷 很夠冷 是真的 是… 但現在比較小線 所以看看有緣分 就可以坐一下 我覺得整包的包裝挺漂亮 深藍色 用到很高貴的感覺 我覺得會… 好過原本那個 好過原本沒有甜 好過原本那個 那就是無以待 就是這些輕包裝 現在本身說不可以走隧道 現在好像是過月了 但是安全 不知道他們有… 就算這些叫電包、輕包裝 不知道可以玩多久 因為之前單層那隻 叫做九包那隻電包 都好像被人說很快就… 不知道有一架還是兩架 已經玩完了 好像是 有一架一架就玩完了 單層那樣 所以做價現在這麼貴 如果玩兩三年就玩完了 那真的… 那真的… 成本真的很高 幾年… 也要很多年才可以回本 對 陸續… 剛才剛才說的 112 就是ADL 這個阿力山大丹尼士 AD 陸續都會有些 各界路線都會出 可能未知是很高客量的那些 可能是171 9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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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671 671 例如現在 可能被南區的鐵路線陰乾了 那些 就是用這些電包 對 但是你說你喜歡那條外線 應該未必會用 87D 有段時間 等一下 81C都用了 用了 但87D 他也有風險 但車也算不高客量 不低客量 找一部BD 要坐一天五人 要站 本來現在也沒有那麼多人搭 大家都可以坐 就是因為一部BD 可能大家都要站 所以放在871C 對 說完你那個 為何你會覺得87D 是你一條外線 因為我初初就… 其實… 我初初接觸得最多的是87D 86K我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坐 但是我覺得太短了 都是區內線 好像… 差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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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也是你經常坐得多 經常坐得多 也是正常的 我住的時候也是會坐那輛車 很快的 很快的 純粹是我覺得 有些挑剔的 就是回來的那些位置 經常躲進那些白羊街 那些… 那些有窄 然後我試過有些私家車在前面頂著 不知道是吃東西還是什麼 那些餐廳 是那些轉彎位 是的 然後停幾分鐘 有巴士司機不斷 叭叭叭叭叭叭叭 車才走 那裡沒有了幾分鐘 所以我就覺得 那些窄位 將來87D 能否做到好像1號A 這樣繞過去 是否一定要走白羊街那麼高 那條這麼窄的路 是否一定要走巴士 就算那些人之前也有說過 有一個post 說87Boy 說87Boy 取代了26A 就行不行 或者86A 他們都說87Boy 這個巴士也很考慮車掌的技術 當然是走窄路 那些87D也是 就是白羊街那些 是為人救病的那些 那些位置 有車頂著 這麼窄條路 你還有幾個巴士都可以這樣過 真的差一點 今天就差不多了 說到這裡 再一次宣傳你的頻道 YC2784 大家訂閱 大家訂閱 所以希望你繼續堅持你的夢想 這個興趣 更加多的同學和朋友 都會越來越周圍分享出去 把你的頻道 也很需要 因為也有很多 看你將來可否做到那些比拼 有沒有做過比拼 在Tony那邊試過剪 但現在暫時因為有幾個partner一起拍 但那幾個都還沒剪好影片 那些都挺難的 即是被A到B點 但中間坐這兩輛巴士 哪一輛快到目的地 我覺得這個很好看 你可以做多一點這個 這個真的 比起一輛巴士這樣做 因為有對比 有對比 一定會走路線 一定會很好看 所以希望一日 你的技術 所有的技術都會越來越好 加油加油 今天來到這裡 八九八 多謝Tony 不是多謝Tony 多謝你了 好 上來做我們的訪問 再有機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 跟你一起出去拍攝巴士 好 拍一些縮時攝影 一起互相分享 好 今天來到這裡 好 再見 大家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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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